大家好 又是玩具短打的時間 今天鏡頭裡面 這條影片的開頭 為什麼會有 Man Pio 和Peter 在這裡呢? 連我愛莎莎也有 Peter 除了美術戰士和戰隊之外 你的東西這麼像我 不過 好像遲些沒得來再掃貨 為什麼呢? 四月底就不做了 為什麼這麼可惜呢? 要走了 再見 玩具迷 香港的玩具店 說真的很多 實體店 但是要有特色的 在旺角還有一些 W Passer Centard 等等還有一些主題性的實體店 你說觀塘 就有一家 就是獨一無二的 就是Peter這一家 就是很多 懷舊的周邊產品 八九十年代 那他今次就江榮結業 就是為了家人小朋友 就去一個更理想的地方 再展開他的人生生一業 那絕對不是因為經濟問題 搞不定結業 那如果真是愛玩具的朋友 沒來過的 那可以真是來看一下 那可能有收穫 地點在哪裡呢? 這個 觀塘 巧明街 萬年工業大廈 二樓 BOY24室 可以走樓梯或搭電梯 就算走樓梯都很簡單 就是走兩層就到了 來這裡就很近 譬如你開完過來的話 就看到匯豐銀行 就轉進去就是了 又或者APM的後邊的一條樓梯 直接在對面而已 那 喂 直至去到什麼時候? 四月尾 四月尾 有優惠 有優惠 買得多 折扣更多 全場九折 對 買得多更多折扣 多一點 多一點 我看到Manfiel都 已經拘捕了根耳鼻了 是啊 哈哈 如果大家換句迷 不想讓Manfiel和我 掃完東西 早點來了 喂 時間幾點? 正常就是 四點半至七點半 星期一至五 但應該會早點開 對 你和我說聲 又或者Facebook 在搜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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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會早點開 那Facebook是什麼專頁? 星期日不開 Facebook是什麼專頁? 小時候懷舊玩具精品 好啦 玩具迷 以上的資料 大家如果不清楚 再聽多一次 事不宜遲 早點到 多謝多謝 下次再見 多謝 Spencer 多謝Mathiel 不要這麼說 拜拜